一心相处 以下三种男人最让女人糟迷 学会了让他倒追女 1.温柔体贴理解女人的男人 女人年龄越大就会越渴望温暖 这个时候就会特别希望自己能够遇到一个对自己温柔体贴的男人 这样男人才会去宠爱女人 给女人想要的温暖 当然了 如果男人还能够理解男人 那么女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或半生一定会幸福 像这样的男人也必然会很宠女人 不会让女人受委屈 当两个人结婚之后 男人也不会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丢给女人 而是会在自己有空的时候 帮女人分担一些 因为爱所以会去理解女人 知道女人其实也并不容易 所以在男人有空的时候 男人一定不会偷懒 而是会和女人一起做家务 像这样的男人往往会很受女人欢迎 同样也很容易让女人丧瘾 2.对女人非常温和 但是绝对不中容的男人 你要做一个绝对不会中容女人的男人 你们的生活才能更幸福 你要是认为自己对女人所谓的好 是有助于你们感情的 那不得不说你真的是错的太离谱了 要是你能让女人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是绝对不能做的 你才能得到女人的爱意和真心 尤其到了中年 3.幽默风趣的男人 生活容易乏味 爱情容易降温 而幽默作为生活的调味剂 爱情的真温气 对维护爱情吸引女人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人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可以说有趣的人 永远比帅哥有市场 幽默的人永远比材质有魅力 这样男人有一种光环 在他身边你会自觉 不自觉的感到有趣 喜欢发笑 不知不觉心情就会很放松 精神就会很愉悦 感谢观看